在睡前像这样躺30秒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难以入睡吗? 也许你无法停止思考着你的家庭和工作 也许你的身体觉得僵硬和疼痛 以至于无法进入舒适的水姿 好吧,那么就来看看 这个能让你更平静、更灵活、更强壮 以及让双腿更结实的秘密武器吧 有这样的事吗? 给你一个提示 你只需要一张床 以及30秒的空间时间 并且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 加入我们亮生活频道 终结难以入眠的秘诀是瑜伽的 我蝴蝶式 什么蝶式?没关系 让我来说明一下 这是一种瑜伽的姿势 繁语中的翻译是厚仰的女神式 在伸展和放松身体中是无可替代的 而且也是众多瑜伽体味的一种 能为你带来一系列惊人的健康效果 根据2011年发表在瑜伽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当你经常练习瑜伽时 能松弛肌肉和结地组织 这些肌肉和结地组织会导致紧绷和疼痛 进而演变成慢性疼痛的症状 瑜伽专注于呼吸 而深呼吸会为大脑和其他组织 带来迫切需要的氧气 使瑜伽成为身体健康的帮手 深呼吸也可以平静内心 释放紧张的肌肉 如果本身有肌肉疼痛 臀部和膝盖僵硬或失眠的症状 请尝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瑜伽姿势 每天只需要做个30秒 就能降低焦虑 提高灵活性和睡眠品质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太棒了我也要 该怎么做呢 实际上并不复杂 首先你应该在床上 这非常方便 因为专家也建议你在早上醒来后 立刻做后仰的女神士 但如果你的行程不允许 可以在晚上睡前的某个时段来做 至于怎么做 你只需要靠在床上 弯曲膝盖 并将脚底拉到你的鼠膝部下 你可以将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向上伸展越过头部 或将手放在头的下方作为缓冲 深呼吸 让空气充满你的肺 然后呼气 在此同时 让膝盖缓缓放下 这样就能有效的伸展臀部 除了专注呼吸 你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低吸引力会帮助你完成伸展 如果你决定在晚上做这个瑜伽式 请记住 不能够在饭后马上做 这个瑜伽式非常令人放松 甚至做完马上就可以睡着 后仰的女神士 也可以作为腿部运动的热身 你也可以在床上做 如果你准备尝试一下 那么我这里有很多迷诀可以给你 第一件事就是 确保你在床上能保持舒适 并准备好开始下列动作 1.腿伸直抬起 让我们从超级简单的练习开始吧 躺在床上 双臂在身体两侧自然放下 保持身体平躺 脚趾朝向天花板 将右腿抬起至45度 然后放下 每条腿要做30秒 从右脚开始吧 开始 1.2.3.3.4.4.4.5 继续撑着 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 当放下腿部时 不要碰到床或从床上弹起 如果这对慵懒的早晨来说太累了 那么请将左腿向上弯曲来提供额外的支撑 然后抬起右腿与膝盖相同的高度 抬腿真的可以有效锻炼骨四头肌 如果你饱受膝盖疼痛之苦 那你肯定会希望将其加到你的训练中 来提高灵活性和缓解疼痛 现在换一边 让我们再做30秒 然后抬起左腿 如果这对你来说有点太容易了 那么你可以试着同时抬起两条腿 如果要这么做 请先确认背部不会拱起 除了调整你的腿部外 将它们一起举起和放下的简单动作 也会为腹肌提供有效的锻炼 哇哦 加分 2 屈膝抬腿 现在翻向右边 弯曲右膝 让你的脚处于你的后方 利用右臂来撑起你的躯干 将头靠在手上来稳住身体 你的左手应该放在你的左边臀部 对准左脚趾 并将左腿向上抬起 抬起后 弯曲膝盖 并将其收到腹部 这边我们将时间设定为30秒 当把腿放下时 请不要碰到床 即使在非常摇晃的床垫上 弯曲的右腿也会提供需要的支撑 并帮助你保持平衡 这个动作能锻炼你的臀部 大腿外侧 甚至是斜膝 所以除了减少屁股脆肉外 也能锻炼你的人鱼线 现在换左边 我们一样把时间设定为30秒 抬起右腿 保持脚趾前伸来做到最大伸展 这动作很轻松 你可以在锻炼时看个电视 来玩个游戏 试着在每个广告时来做抬腿吧 花式抬腿 首先你的四肢都得在床上 肩膀应该与手腕保持一直线 膝盖与臀部也是 伸直你的右脚趾 并将右脚向身后伸展 然后回到起始为止 在不碰到床的情况下 再次将它向身后伸展 不过这一次是斜着做的 你知道怎么做 每天30秒 全人有将右腿抬起来 摆高并感觉到臀部也被抬起 这个动作会针对臀部 这样就不会只有充满线条 且健美的双腿 却发现有个平坦的小屁股 现在换到左边 接下来30秒我们要锻炼这边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偷懒 几乎没有抬起你的腿 想想你的屁股 在最喜欢的牛仔裤里 看起来会有多棒 哇 是不是感觉有动力了呢 现在你已经做了一些精力充沛的训练 也许可以应付提臀锻炼啰 躺在床上 弯曲膝盖 脚应该要靠近你的屁股 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 手掌朝下 以支撑身体 把臀部抬高至和肩胛骨和膝盖 成一指线 抬起右腿 使其出在弯曲的位置 然后把它放下 现在换边 然后一样30秒 这运动被称为行进提臀 所以试着想一首行军曲 跟着节拍 左右左右 这动作有什么作用呢 嗯 这么说吧 你会喜欢它针对你的屁股 大腿和腹肌所达到的效果 确认将你的重量放在肩胛骨 而不是颈部 你不会想要颈部酸痛对吧 五 仰卧直腿 躺在床上 将手臂伸到头后 当你弯曲腰部抬起时吸气 然后呼气 同时 抬起双腿 双臂向前伸展 让它们在空中相碰 肘部和膝盖应该保持不动 所以不要弯曲 把腿抬到45度 不要越过臀部 你唯一碰到床的地方 应该是你的屁股 来做个30秒吧 屁股 这动作能为股四头肌提供的 很好的锻炼 也能训练到上下腹肌 在床上做的动作很棒 因为柔软的床垫可以保护尾椎 不会受到压力 如果觉得臀部太紧 没办法完成这个动作 试试这个方法吧 在你腿保持V字的同时 可将双腿分开一点 当抬起上半身时 你可以改以触碰双腿肩的空间 然后再放下 照原本的动作或稍微修改一下 只要舒服就好 那么这是你一直在找的懒人锻炼法吗 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意见 别忘了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与所有朋友分享 然后点击订阅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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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